全球股災 我们看到一片惨兮兮 等一下我们都会请现场的来宾 来为我们做分析 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萨平安 资深媒体人谢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前海军舰舰长吕李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 包括日本 南韩 台股 这些亚洲的股票 看起来今天都是惨兮兮 而很特别的是 鹿股逃过一劫 这又是为哪装呢 先来看看日经指数 今天看起来很惨 基本上是整个跳水 日经指数五盘之后 一路自由落体 暴跌超过4600点 超过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后 第二天的3836点的记录 跌幅今天是来到了13% 韩国也很惨 盘中一度跌破10% 今天我们台湾也是一片哀嚎 台积电跌了88元 在815块作收 台股总共大跌了1807点 来到了19831点 跌破了2万点 一口气蒸发了6兆元的市值 再创史上最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哀嚎说 今年飙的涨幅 今年赚的钱 通通都吐回去了 可是可以讲是两样琴吗 包括东西国家的股市 现在看起来相对没有受到波及 而中国大陆的股票还一度翻红 我们看到的的确确 可能东西或者是中国大陆 跟这个西方世界 或者其他国家有点脱钩了 包括你看到7月19号的微软 作业系统大当机 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些端倪 当全球遭到波及的时候 中国大陆毫发无伤 那这一次的美股脱累的全球股灾 看起来中国大陆也有一点幸免云难了 过去我们看到美剧太空部队里头 就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讽刺剧 就是有一幕是这样写的 太空司令部发射飞弹 那我们就说等等等等 我们还要等微软更新 所以这个科技世界 有一点就是你有被一些东西制约 或者是牵一发动全身 那也有人要问 今天的美股或者是全球的股灾 到底是为哪装 那我们先来看看美股 持续走低可能的因素是什么 包括尤其是7月新飞农就业 只有11.4万 这是远远低于预期 那失业率在升高到4.3% 以及包括过去一段时间 被大家追捧的挥达 晶片现在传出了设计有缺陷 所以一般有人认为是不是AI泡沫化 或者是找他小红 还有股神巴菲特 最近大砍尖牙谷苹果 将近50%的持股 所以大家会觉得 哇好紧张啊 另外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因素 中东局势现在看起来 很紧张 一触即发 是不是有可能也影响到股票呢 而另外呢 美债殖利率也跌 10年期创下 一年来的新低 所以我们看到呢 包括交易商就下重注 他们押宝联准会会启动救世模式 美国会从软着陆变成硬着陆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一方面的经济面 跟政治也会有联动 美国的大选呢 即将要在11月15号投票了 现在川普对上贺锦丽 两个人要不要辩论 在哪里辩论 哪一家电视台主办呢 我们看到贺锦丽就说 我们要依照之前的惯例啊 所以我们9月10号 应该由ABC News主办 因为上一次 拜登跟川普就是ABC 那一次的辩论 他说应该要依照 那个时候的约定啊 可是川普就说不行 我们现在应该改由 福斯新闻来办 然后地点呢 在摇摆州的宾州 而且时间要改在9月4号 所以两边现在谈不拢 所以这个辩论会不会举行 会不会如期举行 还都不知道 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川普 他现在也情上各个媒体 接受专访 可是前一阵子 ABC的主持人 针对黑人的议题啊 来问他 结果让川普勃然大怒 很生气啊 所以我们现在传出来 这一位ABC的主持人 在采访之后 受到了死亡威胁 而另外贺锦丽 他的身世 现在是不是大涨呢 包括CBS的民调说 年轻 还有这个非裔的选民 现在投票的意愿大增 过去我们看到 拜登退选前 这个族群 只有58%的支持率 对这个民主党 现在已经升到74%了 所以看起来 他大有可为啊 在后世 不过大家知道 美国的选制的关系 摇摆州非常重要 其他已经固定的州 其实也不用去看他了 那几个摇摆州 现在两边是陷入一个焦局 这个非常僵持的一个 这个焦灼的这个状态 包括亚利桑那州 两边是平手的 乔治亚州 看起来川普比较获胜 多了3%的支持度 内华达州是贺锦丽营 北卡是这个川普得分 密西根州 两个人平手 冰州也是平手 威斯康星州 是川普险胜一趴 所以看起来有焦灼 可是川普好像 赢面比较多了 那么一点点 而过去呢 共和党的一位测试就说啊 贺锦丽的民调 持续领先 这个是过去 曾经在共和党 做过这个测试的罗夫 他就这样讲 现在也是测试 那另外呢 贺锦丽的副手人选 现在还没有公布 外界其实点兵点将 那现在也爆出了阴谋论 包括8月5号要公布的副手啊 据说啦 运输部的部长 来面试了90分钟 那另外我们看到过去呼声很高的夏皮洛 他说啊 这个曾经啊 自称是以色列军队自愿者批评 这个巴勒斯坦人 现在在民主党的党内 这是这个他的下属 也和解过他的这个 性骚扰的投诉 并威胁这个基层 就是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负面的新闻 现在也跟他连在一起 而另外呢 还有一个凯利 是太空人 可是啊 现在也有一些阴谋论 包括呢 他曾经说 他在X上的这个贴文有说 我在太空总署度过的医生 在那里的任务永远是第一位的 现在我的任务是为 亚利萨纳州人民服务 那这样子 然后又三文 那意思是说 他不要担任副手吗 还是他已经出局了吗 反正就很多的传言 就不断的被传出来 来先问一下亮哥 怎么看 这个股市我觉得 主要还是因为前面 对AI的预期太高了 那结果你那个营收不如预期嘛 那就自然就会掉下来 这个就是账多 就是最大的利空啊 那那个巴菲特做那个动作 也蛮夸张的 就是I16就急增要出货 结果他竟然把苹果的股票 砍掉一半 那大家不是都在看好I16吗 所以我觉得他显然就是判断 涨太多了 而且可能都提前反应了 所以事实上英特尔才更激烈 英特尔那天大跌26% 那英特尔还展开 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 要裁掉一万五千人 所以倒不是灰达了 灰达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看那个巴菲特苹果砍掉一半 然后英特尔裁员一万五千人 那股价大跌26% 这个都远超过 灰达的状况啊 那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是 这个就跟那个2000年的网路泡沫 有点类似 网路泡沫就是从1996 然后到2000年 就是网路股拼命涨嘛 那涨到5000点 那结果大家就发现 营收不如预期 后来网路泡沫杀到1000 从5000杀到1000 这个现象都是在科技股发生的 就是说像我刚刚看 这个纳斯达克的期货盘已经开了 它一开盘就跌900点 那现在回升到700左右 就是你看它那个恐慌的反应就是 就是一开完就跌900点 所以我觉得主要就是这个情绪啊 今天极度恐慌到 有200支跌停啊 那你想出货都卖不出去啊 就是就有这个情况了 所以我觉得要再看一下明天吧 那这也不用急了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差点杀到跌停 对差一度跌到跌 813跌停嘛 后来再815这样 收在815 对对对那你如果从 1150到现在看来大概 已经这个1050啊 大概已经跌了 200多点了嘛 大概是这样 我是觉得还好啦就是 这个本来就该这样 就是你不要太贪念啊 股票怎么可能会涨成这样子呢 那中国为什么相对受伤比较小 这要感谢美国的科技脱钩 因为美国就是科技七姐妹在带涨嘛 那这个带涨过程他都没有涨到啊 因为他他都买不到啊 NVIDIA他又买不到 那高端的晶片他也买不到啊 然后谷歌他也买不到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 这有时候就是 他没有却因为这样因祸得福了 就大概是这样 就躲过那个股灾 因为所有我们台湾跟韩国都是科技股 跟着美国联动 就是跟美国有联动或关系深的就 我们就是这样上去的啊 不然我们股市怎么会涨到24000点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的股市现在是跌了4000多点 大概是这样 这个副手因为他好像今天要宣布了 对 所以所有的不利跟有利的话都跑出来了 你这里还漏掉一个人 谁 就是米尼索塔那个州长啊 60岁那个沃茨 也有人提到他 说他是中西部的平时老爹啦 讲话都完全不掉书袋 没有意识形态 很平易近人 那坦白讲本来大家都比较看好Shapiro 那结果他的秘书长的一个性骚扰案 因为妇女团体去抗议嘛 说他那个时候没有出来表态 这样也变成受伤的理由 对 不是他本人 他的下属 是他的下属 对对对 然后还有他20岁写过的 说愿意到以色列当志愿军 连这个文章也被挖出来 他都已经几岁了 所以这个钳子未来要选举 可能高中时代的文章也会被挖出来 还有小学时候也会被挖出来 来请教兵哥 对啊因为 其实你这样想就好了嘛 我们当初是因为一个期望值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涨上去 那大陆呢因为没有这个期望值 所以他就不动 就是这样 然后结果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期望值破灭 我们就掉回来而已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全部回到原点 大家白玩了一趟 但是有人赚有人赔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那看目前这个状况呢 明天看起来也不是太乐观 讲实在话 因为我们就跟着美股走嘛 美股现在一开盘好像也不怎么样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可能大家还是有一段时间 但是我觉得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因为以台湾的经济条件 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 台湾到底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 也就是台湾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 其他产业都并不怎么好 那结果你长成这样的 一定要长到两万四千点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现在其实只是重新反映真实面而已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吧 那当然有赚有赔 大家就也只能看着办 那只是呢 我一直觉得拜登现在突然间拉回来说 不想在ABC去跟他做辩论 这个是个很失策的做法 因为这样子你很容易就让大家觉得你在缺战 川普 对川普 川普抱歉 我也失智了 那就是因为 本来照理来说 大家一般认为辩论是对川普应该是要有利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结果你现在说 不行我要到福斯 到我自己的主场来我才要弄 那你这样子反而透露一个讯息 好像就是你对贺锦毅的了解太少 所以你不敢在别人的家里头跟他辩 你一定要回到自己设定的场合 才敢跟人家辩论 那这样子我觉得对 向来赶人家这种硬汉角色的这种川普 这样对他本身是很不利 所以我觉得 他应该要勇于接受挑战 而不是选择躲回福斯这个是不对 这个接下来会被攻击到 我觉得他会很难招架 那非宜选民之前 因为拜登毕竟整个表现实在太糟 所以非宜选民的投票意愿不高 那现在等于是重新又回来 本来非宜选民就是比较支持民主党 他会去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本来就低 那现在等于是贺锦丽重新激发他们投票的意愿 但是我也必须讲 因为非宜选民只占十几%而已 十几%里头再成长到十几% 当然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成长 但是他会是关键嘛 恐怕还是要再看 那至于说现在 看起来这些摇摆州 好像双方互有胜负 那川普已经丧失了 他就是 遇袭之前 所营造那股领先的态势 那我是觉得川普到现在 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整个策略 还没有调整好 好像贺锦丽出来之后 他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打他的选战 已经有点失焦 然后就开始经常性的犯错 然后也没有办法找回自己的主轴 那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那就变成现在这样选战 川普要等贺锦丽犯错 他才有办法重新起来 那这个对进攻型的川普来讲 我觉得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 这样子变成他的选战步调 等于是依靠对方的反应 然后再做调整 这个其实是很危险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自己要赶快调试 如果他没有办法在一两个礼拜之内调试回来 恐怕选情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 好 请教县长怎么看 如果我们看这一份民调是7月16号到18号的 那个时候拜登还没有宣布退选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看到这CBS News 他就已经做了这个有关于贺锦丽的民调 那个时候贺锦丽对于川普是48比51 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CBS同一家 那个媒体啊 他做的另外一个民调 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啊 现在这贺锦丽跟川普 其实已经在误差范围 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以全国的选民来讲 他是势均力敌的 但是如果算上摇摆州的话 其实摇摆州的部分呢 那个看样子 川普好像是还略胜一筹的样子 不过我们继续往旁边看啊 如果说问到说确定要投票的人的话 以现在就他做的这个时间点啊 也就是7月30号到8月2号的时间点的话 有85%的这个民主党的人说 他要去投票 那如果相对于7月18号的来对比的话 他上升四个百分点 意思就是民主党的人现在都想去投票 那对于共和党的人来说呢 其实他下降了两个百分点 这个就是川普为什么非常犹豫 是不是要参加那个ABC的这一个 那个辩论会的部分 那另外呢 我们不要忘了 其实贺锦丽他是有有肤色的 那如果说对于这有肤色的选民来看的话 那我们来看到对于黑人选票来讲 那同样的他也是增加了 以现在来讲他增加了8个百分点 那对于共和党来讲呢 他反而降低了6个百分点 那如果我们看到 这个其实是重中之重啊 大家问说 现在美国准备好接受一个 非洲裔的女性的总统吗 那其实有68%的说yes 有32%的说还没有准备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对于 美国大选的一个观察 不过贺锦丽现在在做另外一件事 贺锦丽在做什么事 她在做的也就是共和党党员挺贺锦丽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啊 我们不要忘了 川普在2020年的7月的时候 他说他有一个schedule F 这个schedule F到底是什么呢 也就是未来川普一旦执政 他要清算那个所谓的 深层政府里面的人 那这个大规模的清算呢 其实也就是支持着 现在共和党党员挺贺锦丽的 重要的一个推力 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 当然会影响到全世界的局势 尤其是这里中东 因为现在中东看起来 情势非常的紧张 可能要打仗了吗 我们看到伊朗不断释放一个消息 是今天5号会对以色列发动 暴富的攻击行动 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司令 也已经抵达中东了 要来因应可能会爆发的冲突 另外呢 我们看到伊朗跟真主党 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老大哥跟小弟嘛 他们就说有一个这样的报道 可能会在哪一天 在犹太人最悲伤的一天 联合攻击以色列 那一天是8月12到13号 就是下个礼拜一左右那样的时间点 因为那个时候是圣殿 犹太人的圣殿被毁制 所以他说我就要在那天攻击你 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现在已经做好了 全方位的准备 反正他在这个伊斯兰世界里面 已经待了这么久 当然他做好了准备 只是他已经可以应对这5条战线吗 我们来看看这个地图 以色列在这里嘛 我们看到北边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他常常跟他两边有小打小闹 现在可能是一线的攻击 那另外还有北部这个叙利亚的组织 以及东边的伊拉克的准军事单位 还有伊拉克的飞弹攻击 另外在南边还有叶门的胡塞组织 所以这5条战线 如果齐发向以色列来进攻 以色列挡得住吗 那整个中东不就是一片战火了吗 而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 那当然不是吃素的 有可能他会先发动攻击 我可能不要等你12号到13号啊 我先发动这个地面攻击呢 有没有可能先发制人呢 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各国啊 也很紧张 欧洲人紧张 美国人紧张 全世界都紧张 约旦这个国家就在以色列的边上 他就说啊 我们跟这个法国总统一起说 我们需要不惜一切来避免地区的军事升级 两个人紧急的手牵手一起来做一个呼吁 那另外呢 这个伊朗现在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他说对以色列的报复啊 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的 而美国现在已经要求欧洲各国 要敦促伊朗不要让这个局势更加紧张 所以约旦的外长啊 他就动起来了 他打算在礼拜天访问德黑兰 讨论说哎呀 缓一缓吧 不要这么这么做 让这个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 他就说我们伊朗啊 不管啊 我们不管任何的后果 我就是要把报复进行到底 所以没有这个底线 因为这件事情太不给他们面子了 而且这个他认为包括美国 包括以色列做得太绝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呢 这个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他说现在的局势啊 大家不要小看 也不要掉以轻心 这跟四月份 伊朗跟以色列的小打小闹 完全不一样啊 当时啊 在四月份的时候 伊朗提前72小时就告诉大家说 我要射飞弹了 我要攻击了 可是这一次呢 伊朗拒绝了各国的外交努力 都不讲也不回应 所以这个可能啊 这个后座力会更严重 而另外美国 是不是已经对纳坦雅胡不耐烦了呢 我们知道纳坦雅胡不是跑去美国国会演讲 然后也去拜访了美国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人 那现在传出来啊 拜登啊 跟纳坦雅胡通话 可是呢 纳坦雅胡说 哦我会派遣代表啊 恢复停火 恢复啊 跟这个哈马斯的协议啊 要停火谈判啊 可是拜登很生气 标骂他说 你不要再耍我了 可见过去可能 拜登有被耍过 而另外呢 包括这个纳坦雅胡被曝 这个说正在推进停火 却被拜登骂 这个以色列办公室回应说 我总理 我们的纳坦雅胡 不会干涉你美国的政治 也希望美国 不要干涉以色列的内政 哇外人 外人不要干涉我们的内政 讲的也是蛮这个决绝的 而另外呢 我们看到包括纽约时报讲说 纳坦雅胡上个礼拜 在华盛顿发表的演讲啊 很有挑衅的意味啊 他誓言要继续在 加萨和约旦河西岸 对哈马斯发动战争 所以现在看起来 因为纳坦雅胡的强硬啊 是不是大家也拦不住了 而伊朗的报复 是不是真的会进行到底呢 来请教亮哥 怎么看中东现在的局势 该不该紧张 因为哈尼亚被杀这个事啊 人家怎么解读啊 我认为以色列是得罪了 所有本来在努力中东和平的国家啦 比如说拜登已经讲了 他剩余的任期就是要触动 推动这个中东和平 就是加萨啦 那中国大陆你也知道 刚搞了北京宣言嘛 号召了巴勒斯坦14个派系 那也是在做这件事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被暗杀的人 他长期都待在卡达 他实际上是公认了哈马斯里面的务实派 就温和派啦 那都在接受 接触那个区域的力量 也包括美国啦 希望能够 谋求和平嘛 就你把他杀了 嗯 所以你想一想 这什么意思 所以连那个 沙特阿拉伯 那周边的一些国家 都感到非常的愤怒啊 所以以色列到底要怎么收藏啊 你杀他干什么 你杀他干什么 你杀他 就因为的加萨战争 不会结束嘛 那而且又惹怒了伊朗 因为人家是总统要就职的贵宾啊 你在他下他的旅馆就把他杀了 那伊朗革命会队 当然挂不住啊 面子嘛 所以就 这个跟四月真的不一样 因为你是在人家家里 而且是在 这个总统要就职的贵宾 所以得罪的层次是远远超过上次叙利亚 四月那个冲突 那四月我们知道 伊朗是只打了一天嘛 那打了一个军事基地 基本上没有炸平民啊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 英国美国法国就在约旦 还有沙地阿拉伯 协助拦截飞弹嘛 那拦截率听说超过96%嘛 对不对啊 这一次 你认为沙地阿拉伯跟约旦 会全力配合你来拦截飞弹嘛 那你也不确定他只打一天啊 那也不确定他会不会炸平民啊 所以现在就是通通都处于不确定 可是美国的动作又让人家怀疑了 就是说美国一直长期被人家怀疑 他是不是要玩两手了 比如说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派了12艘军舰 包括罗斯福航母去中东 那这里面就包括了将近4000名陆战队 所以对阿拉伯家来的国家来看就觉得 你还是要帮以色列嘛 不然你去干嘛 所以你说拜登骂纳坦雅胡那是要干嘛 人家就觉得是两手啊 两面手法 就是说外交上你每次都在骂纳坦雅胡 那可是军事上你却在关键时刻都是支持纳坦雅胡 所以我认为美国这一次也很难有所 就是他的立场 人家还是看军事为主 你把最重要的人给杀了 所以现在包括英国媒体 甚至包括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那个标题是很凶的标题 他说根本就已经像个无赖一样 这是纽约时报的标题 这是观察者 不是啦 那个是大陆的媒体翻译的 美媒直呼嘛 就是纽约时报啦 因为我有看啦 纽约时报的标题 纽约时报他说 纳坦雅胡你一副装出一个极度挑衅的样子 俨然就像个无赖 他用的是ROG 就是恶棍 恶棍 所以你现在弄出那个姿态 你要教人家怎么办 所以美国的大报也是很生气 我看金融时报也是很生气 就觉得纳坦雅胡你到底要怎样 那这个局你要怎么收 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一个和平的代表给杀了 你现在就找不到中间人嘛 所以现在几乎整个阿拉伯地区啦 还有英国 美国的媒体啦 都在那边讲嘛 所以你把最重要的一个和平使者给杀了 你现在谁能够当中间人 没有办法啊 所以我是蛮悲观的啦 建长怎么看呢 这个中东战争有可能爆发吗 我们现在看到的啊 也就是 以色列他暗杀了 暗杀了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 但是哈马斯有一个特点啊 就是你每一次把哈的领导人杀 他很快就会有替代的人选 那这个替代的人选照样领导的哈马斯往前走 所以这样的暗杀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没有什么用 那而且我们讲说 以色列的官方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他就讲说确保国家安全 以及把人质带回来的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在战场上击败哈马斯 问题就是他壮士击败了哈马斯 现在整个加萨走廊都打成一片废墟 但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击败哈马斯 这个是他最大的问题 那我们讲到说 那坦亚胡 他在美国的国会 他讲到说 结束战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以色列跟美国团结在一起 然后应对共同的威胁 他的意思就是 整个中东都是美国的威胁吗 这个问题其实美国并不这么想 那其实我们这样看 伊朗其实怪怪的 他为什么每一次反击 他都要先提出时间点 上一次提出这个时间点 他就讲的是4月14号 这个4月14号一共 他的发动一共是发射了 103枚的弹道飞弹 36枚的巡弋飞弹 还有185枚的游荡炸弹 他这样的攻击 其实是一个数量上的优势 然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那个他从五个角度 他可能可以用五个角度来攻击 其实我们从战斗系统的角度来看 那其实他是一个什么 方向上的宝盒 但是上一次的这个攻击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大的问题 也就是他成功的 他有96%的这些各型的攻击武器 都被拦截 但是那4%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一共13枚 那个到底是什么 那其实我们来看到 欧亚时报 他其实有提出一些看法 也就是伊朗发射的什么 高超音速飞弹攻击以色列 那而且上一次这样的消耗 324枚的消耗 到底耗用了 以色列他对于这个铁穹 或者是其他的大卫投石 或者是箭式飞弹 到底消耗了多少 那如果消耗了很多 现在在使用更多的 这种各型的飞弹 或者是无人机来攻击的话 事实上来讲 对于以色列而言 他面临的是一个 他没有办法掌握的战争 来接下来请丁哥 我觉得伊朗 他到底哪一天攻击 其实目前都还不确定 那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攻击 我大概只能肯定的说 他绝对不会是像上次那样 就是一天打一天烟火就算 这个攻击恐怕是持续性 而且恐怕不是 从单一一个方向发生的 他可能会从好几个地方 同时出击 因为有郑主党 有这些胡塞组织 有这些一大堆人会帮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当然也只有严正以待 因为他不知道会从哪一个方向发生攻击 这个是很危险 可是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大坦想胡明明知道会演变成这个结局 他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他不愿意让加塔走廊这个事情结束 他要让他继续拖 不然的话 因为他如果战争一旦停止 他自己可能马上就要倒台 然后他失去政权 然后他吃定美国 不敢在这个时候放弃以色列 所以他就硬来搞这个事情 所以你看美国媒体 每一个都骂得跟什么一样 可是你有看拜登在当场宣布说 以色列你再这样搞 我不支持你了 那也没有 贺锦丽还是一样说他支持他 所以我觉得 他吃定美国你不敢对我怎么样 所以他就硬这样干 那当然我相信美国人性能 是恨得牙痒痒的 可是至少在现在这个节骨眼 你不可能说不跟纳腾亚胡 站在一块 你不可能眼睁睁看了 以色列遭攻击 如果以色列遭攻击 美国人不去救 那请问一下他们还要怎么选 就不用选啊 所以我觉得纳腾亚胡 看着这一点 这一点当然蛮恶劣的 可是说真的还蛮有效 因为你现在搞得 拜登就是不上不下 不支持你也不行 那对伊朗来讲 重点是伊朗要做到什么程度 因为老实说 你真的要对以色列 发动全面性的战争 我认为伊朗没有这个实力 他的军队的实力 还不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他恐怕会采取的是 另外一种 也就是持续性的骚扰战争 我就长期跟你玩了 我就慢慢跟他这样搞 那其实这个方向呢 郑重纳腾亚胡下怀 因为纳腾亚胡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以色列一直持续在战争状态 这样他就可以持续保障他的政权 然后就一路这样玩下去 可是这样子 搞到后来什么时候会插枪走火 就没人知道 你看现在阿拉伯周边这些国家 每一个都在表态 土耳其也都已经表态 虽然土耳其你说他真的会 像他讲的一样 立刻徽兵进攻吗 我也认为不会 可是如果 事态持续演变下去 因为 久了那个情绪一定会上来 然后环境 整个大环境也会改变 那在这个时候恐怕 到最后真正的战争就会爆发 那一旦真正战争爆发 那中东的局面就会不可收拾 所以我们都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 不过这个很难说 因为现在看起来 其实伊朗也是吃了这个衬托铁了心 不过我们来看看比较轻松的话题 昨天林阳佩为我们夺下了金牌 大家都很开心 而在这个奥运场上 还有很多精彩的人 很多精彩的比赛 包括您看到在游泳这一项 这个运动上面 潘展乐 他是对岸的一名游泳小将 他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我们看到他 昨天领军在100公尺的混合接力赛 夺得了金牌 并且终止了美国十连霸的夹击 因为过去这项项目 通通都是由美国夺金的 那这一次他第一次 拿下了由中国拿下了这样子的一个项目 比较厉害的是 因为他是接力赛 他最后轮到他的时候 他以45.92秒的恐怖时间完成100公尺 这个是整个破纪录 所以让中国队逆转夺金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一片欢欣鼓舞 包括记者就问说 你打破美国队长长达40年的垄断的感觉是什么 他本人其实是蛮humble的 他就说下届再赢他们就行了 低调一点 可是他的队友就说 我们就是为了打破美国这个垄断 然后我们也做到了 那当然为他们喝彩 可是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一些游泳的名将 或者是游泳教练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声音出来了 他们是不可置信 还是怎么样呢 包括这个菲尔普斯 他是很有名的飞鱼 他就说前所未闻 不可能 以超过一秒的优势赢得100米的自由勇 对我来说不可思议 那这是闻所未闻 像是100米是46.4秒这样的成绩 那我们看到中国网友就有很大的反弹 他说你们这样是在吃味吗 你们这些西方世界 包括菲尔普斯 还有一些人甚至讲 说这个是人类很难做到 我们游得好 你就说我这个是这个人类很难做到 那你们是在吃味吗 那另外菲尔普斯还点到一点 他说可能对一些药剂的检查还不够 那个感觉上是话中有话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 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网友 就觉得说你实在很没有风度 而另外包括张雨菲 她是另外一名女将 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游泳的这个好手 他已经拿下10枚的奖牌了 成为中国队奥运史上奖牌数最多的运动员 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他这个很厉害啊 他每一次登场都可以拿到奖牌 不过在这个十面奖牌之中 他还是有遗憾 因为这一次他没有办法拿到金牌 他就说可能奥运完之后 他要去放松一下 而另外被大家点名或者惊艳的 还有另外一位中国大陆来的女将 他叫做郑清文 他是网球好手 这一次呢 他打败了 他在这个巴黎奥运女单决赛 打败了克罗埃西亚的当纳围棋 成功的拿下来中国网球单打的第一面金牌 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他现在已经变成世界一截了 那他曾经打这个作为他的这个手下败将的另外一位世界好手 斯维亚地啊 也可以看到呢 有人拍到这一张照片 看起来斯维亚地是在狂哭 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位运动员这么拼命啊 而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呢 包括网球运动过去都是西方世界 讲白了就是白人世界的一个白人的世界 其他有色人种很难打进去变成这个好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外界有一些分析啊 中国大陆的专家就说 郑清文成功的内幕啊 有家庭支撑 而且过去中国大陆可能都在体制内来培养运动员 包括团体生活 像是桌球啊 或者其他的运动项目 可是现在越来越多 是由自己的这个家里可能培养自己的小孩 那用很多的经济的实力来做一些培养 那未来也可以做更灵活的进行商业的代言 还有商业活动 所以中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 也能够培养出世界级的杰出运动员 并且发光发热 我们来问问看亮哥 亮哥怎么看 包括在这个奥运的场上 的确各国都有很精彩的表现 那你怎么样来点评 中国大陆有几项特别突破会引起注意 是因为这些项目以前都是白人的天下 比如说你如果去讲全红残的跳水 那这个不会有意外 可是男子的自由式100潘展二是拿金牌 那你刚刚讲的是混合400接力 这个400的混合接力 跟这个自由式100 这两项是游泳里面公认最难的 所以美国常年都是冠军 那你既然把他常年冠军两个金牌都拿走 那当然关键都是潘展二 因为这个400混合接力 这一场我有看 到了前面三个游玩的时候 那个基本上中国队是在第三第四 结果攀展到最后一个 他竟然把他硬搬回来变成第一 所以他那个最后 那个100的自由的 就是自由式 比他自己的自由式金牌游得还快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就是当然另外三个市场也游得不错 因为大概都在三跟四左右 所以也有挺住 那另外还有一个秦海洋 他就认为他游得不好 不管怎样啦就是说因为这个是 历来美国最自傲的项目 他好像连续64年都是金牌 不是40年啊 40年啊 OK那我说这一下 40年都是金牌 所以那那个费尔普斯当年 他是一个人拿7个金牌 所以费尔普斯你已经老了 你就不要再去讲你当年有了 他说不可思议啊 我跟你讲 那你如果要讲潘展乐 潘展乐这一次我去查他的药检做了29次 嗯哼 那那个药检是ITA啊 也是白人啊 那为什么验不出来呢 所以我说你要说什么呢 因为美国队的药检平均大概是11次 嗯 那张宇飞是最可怜的 他被针对嘛 嗯哼 那张宇飞的药检43次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连药检 中国队这一次之所以药检没有抗议 就是因为2019年出了药检事件嘛 那那一次中国队有23个选手被抓到药检啊 所以所以这次他就他坦白讲很多人都觉得你被欺负了 可是他们就是就这样了就也没有抗议啊 那就这样人家还赢了这两项你要说什么啊 那那个郑清文那个项目也是非常困难的 女单 因为我们一般大概是女双啦 女双我们亚洲人比较有机会得牌 是 那你是女单哎 哦这个难度非常高啦 因为史上第一个非白人 就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难啊 因为因为网球需要有比较大的耐力 那这个历来都认为这个 你亚洲人怎么有办法挺得上啊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啦 那美国当然就觉得 中国的体育的实力的全面上升 现在开始进入你的地盘了啦 中国大陆现在大概只有田径啦 田径大概一般都认为就是非洲裔的天下 这个真的是难度很高啊 可是你看那个本来我们说白种人的天下 包括体操啊 包括跳水啊 那那个过去就被突破了 那这次是进一步游泳 游泳也被突破了 然后女单网球也被突破了 所以这个大概未来啦 我们是不知道未来奥运是不是还会有 这些现代项目啦 什么霹雳舞啊 滑板啊 攀岩啊 搞不好中国大陆现在开始就强力训练这些项目 那这些项目 今天我看中国很难啦 因为这些新的项目 中国队应该没有美国法国强啦 可是 未来也很难讲啊 就如果他连那个 我们讲传统游泳啊 都可以突破 女单网球也可以突破 那大概只剩下田径了啦 那其他我认为 都没有那么难 因为那个都不是先天体型啊 体力的差距啦 那个就有一些技巧就可以追上 那田径那个就是瞬间的爆发力 中国大陆以前就流翔嘛 那个110公尺的跨栏 拿到金牌 就已经热坏了 可是白米田径那个是最难的项目 到现在没有办法 到现在还没突破 还没有突破对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阿兵哥有看这个我们的奥运 这一些健儿 他们的比赛的过程吗 其实这个不管 哪一个国家是对岸 还是台湾这边 或是其他国家 其实体育选手就是欣赏他的美 有的时候欣赏过程 像昨天我们的那个林洋佩 虽然是我们赢了 可是你看对岸的选手也是很有风度 然后那个从头到尾就是一直保持微笑 我觉得这个也就让人家 欣赏到一场很精彩的比赛 我觉得这个都OK的 那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表现的很美品 就是这样 就是在竞技场上 大家拿出真本事 像菲尔普斯 就是你过去缔造很多光荣记录是没错 可是你马上直接说你体内什么七种兴奋剂 那请问一下那你又为什么验不出来 我就问你 哎中国大陆这几年是被你们疯狂拼命的验 每天尤其他们这一次光是游泳队被 十天真的被验超过两百次以上 结果你们都验不出来 那是要算你们笨吗 还是中国人太聪明 你到底要讲什么呢 那当然潘展乐的表现是让人家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他才19岁 对他未来前途真的不可限量 尤其是昨天那个接力的时候 那个真的超夸张 他到最后是靠他一个人把他整个 从落后然后追平然后再领先 然后到最后赢 然后他那个速度居然比他自己 在正式项目比赛拿金牌的时候 还快了将近半秒钟 半秒钟在游泳项目是不得了的差距 就他自己可以超越自己 他才几天前创的纪录 他几天之后就破了 这让人家觉得这个是很神奇 那当然很多人因为这样子 在质疑 质疑觉得说 你这样是不是就是有服清药的效果 可是大家都知道 因为在金牌战的时候 他是一路领先到最后 你知道金牌战的时候他讲什么 他说只是觉得大家为什么游得特别慢 他当时是这样的 其他人为什么游这么慢 那可是这一次因为他是从落后 他最后一棒 他从落后开始追 所以那个时候的爆发力一定会更强 所以你说他会游得比金牌战还快 这个听起来也是蛮合理的 所以我觉得你要指控别人一定要拿出证据来 实际上大陆网友你去看 他们现在也很不爽 所以就拿出了一系列的照片 大家仔细去看喔 这一次美国的游泳的选手 每一个游完之后脸都变紫色 为什么 不知道啊 为什么 正常人不应该这样子啊 为什么你们游完脸会变紫色 水是有问题吗 不可能嘛有问题大家一起有问题啊 那难道白种人特别 那澳洲人也不会啊 那为什么你美国人就会 所以也有人因为这样去质疑 美国人是不是有用禁药啊 那我觉得 你要讲 你要真的要讲的话 美国这一次 我觉得嫌疑会比较大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 因为美国拒绝药检啊 他们没有药检 他们好几个人拒绝接受药检啊 那这样子请问一下公平吗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美国也接受药检 那这样大家也没什么好质疑的 因为就是检验不出来 那结果你们拒绝接受药检 然后每一个游完脸都变成紫番薯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觉得 美国不要因为别人有了好的表现 就开始在那边讲了一大堆有的没的 那甚至有一些很没风度的事情都出现了 那像是不愿意跟人家握手啊 或者什么 我觉得真的搞这种东西真的很没意思 还是要回归奥运精神的本质 这才是我们举办这个活动的意义 是啊不管哪一个国家的运动选手 如果他表现的精彩 我们都应该为他鼓鼓掌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最后请教舰长 怎么看这些运动选手的表现呢 奥运基本上无论是田径或者是游泳 他其实现在所争夺的也就是百分之一秒 或者十分之一秒的争夺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潘展乐他到底他这个比赛到底有多么的振奋人心啊 我们看到他下水之前 事实上来讲我们看到这时候中国队落后 法国队还有1.9公尺 那可是等到潘展乐再回头的时候 中国队已经领先了 那法国队反而他落后了1.2公尺 意思也就是在这个45.92秒里面 他其实追了3.1公尺 这个速度是多么的惊人啊 好